Precious. Thank you. 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的题目是 合成势力赢,满足国六要求的整齐OEM策略方案 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在介绍之前呢,就是我看看这个简单说一下这个,这五个字 这五个字呢,就是由哲学文学科学几个方面有机结合的 用十度的科学的高度,合适的文学手法和科学的做法进入结合 它是宅字,中国的四大名著,比如三国,是完全讲和略,讲策略的 随虎,随虎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说明就是寻入,寻找出入 我们怎么办?就这个意思 西游呢,就是说路在脚下,要扎扎实努力 红游呢,是讲兴衰,都是讲这个策略的 在这之前呢,讲之前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曾经在这六个公司工作过 本人的经历呢,是用6560来进行那个总结 65呢,第一个6,服务过六个企业 五个研究生学位,60呢,我写了五十万页的各类的研究报告 各类的,就是整车呀,各类的相关的 这么个情况 然后首先呢,在讲之前,正式讲题目之前 首先进行感谢 非常感谢入节和会晤的盛情邀请 来和大家进行交流 然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我讲的一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未来汽车的新内涵 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 这里头主要讲盒子 盒子,用盒子来进行讲解 第二部分呢,适应中国发明机 中国的发明机和整车的升级的要求 主要讲成,和事,大趋势 第三部分,讲满足国立,法国要求的 有效的整车及发明机设计 主要讲利益 利益 然后最后结论和建议 就是如何实现贡,不赢 证明几个吧,五个字 这个,涵盖这些部分吧 下面先看看和字 和字呢,简单的说 和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是中国历史之所以延续五千年的根本 和字,咱们现在以故宫为例 故宫呢,故宫里头有三个大殿 大家都看到尤其外国人来了 一定看故宫去 故宫里最核心的是一个字 和,和字 故宫有九千多间房子 但最核心的一个字和 它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这三个大殿上 第一个是太和殿 太和殿,也就是金鸾殿 就是原先皇帝呆的地方 皇帝进行大殿的时候呆的地方 第二个呢是 第二个是综合殿 是讲中英平和 是讲人和世界的和谐 这个 其中呢,最重要的核心这里是什么呢? 走极端者不长久 中英之道得客户 对咱们的启示 得客户者得天下 你比如我做一个 假如我做一个留意件工艺商 我就给我的利益 我的利益最大化 让客户受到损失 让主机厂受到损失 那你不可能长久 那不是长久之道 这个意思 第三个电呢是保核电 心态核顺 身体和安实 与人和身心的和谐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石油 由于石油 它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的 导致了很多的污染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那个温度气体等等的 然后呢 低碳 低碳化呢 低碳化有很多很多的办法来解决 大家都在寻找 但有没有特别好的呢 也没有很好的 传统的石油是最便宜的 比如乘车 乘车解决2020或者2021年的方案 用什么办法呢 乘车 乘车 那上汽那个说一下 上汽那个那个 那边那个同志说一下 乘车 入门级的 我说入门级的车 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用新能源吗 不对的 这个实话 国外啊 国外怎么搞的看什么 入门级的车 就用传统的能源 传统能源就解决了 2021年的标准 一号标准 达到 必须得达到 然后呢 如果是那个大批量的那种的 主销车型怎么的 适当加一点混合动力 加一点新能源就够了 然后高端的要搞一些新能源 反过来说 咱们这路线 有一些问题了 技术路线 存在很大的问题 上千亿 几千亿 上万亿都压在那个电池上 压在那些上 未来 未来 会犯历史性错误 这个东西 也就是啥呢 意味着 咱们传统的发动机 传统的能源 没有充分的利用好 差的很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大的潜力要挖 这个情况 这些话呢 将引导 将引导呢 咱们那个汽车整车行业 整个产业内进行发生革命化的变革 信息化 特别关键 特别关键 这个 这个信息化不详细说了 车联网 这些 智能化 智能化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汽车正从呢 机电一体化 向深度的电子化方向转变 其中呢 这里的电子化 智能化 尤其智能化的角度 什么用的最好呢 到目前为止 就是 主动 制动系统 用的最好 未来最可能实现 真正的 完全的智能化 或者自动驾驶 最有限实现的啥呢 制动不算了 就是 车定型状态 就是 一个 自动 自动波车 自动停车去 就我车叫过来 到时候 我就是遥控他 车 让他自己过来 然后呢 到我这来 我开走 等我下车之后呢 他就是 我给车 我下了车 他就自动的回停车场 自动波车 这个最重要 最可能实现 其他都比较难 难度比较大 就是 其中这三话呢 我搞了 两三万页吧 研究报告 各个类的 从各个角度研究 两三万页 这三话 然后呢 在三话条件下 带来的行业的革命 汽车行业革命 冰炭化 信息化 智能化 这三话 进行融合 未来汽车讲是什么呢 一个 信息载体 信息载体 它讲 由什么组成呢 碳纤维的 那些新材料 移动的 移动智能的 微型电力系统 数字化 虚拟制造系统 还有那个 清洁化的 能源 工业平台 这也包括咱们排放了 然后 GX禁用了智能通信平台 移动数据与技术平台 这几个 其中呢 这些东西还要跟工业1.0 2.0 3.0 4.0 进行结合 咱们的现状是哪呢 工业几点0呢 咱们现在是工业2.0和3.0 这个之间呢 有极少部分的4.0 咱整个的工业基础 虽然工业的总类 就是产品总类 是世界第一 总量也比较大 但是呢 水平比较低 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非常大的 这是这个第一部分 我简单说一下 第二部分呢 适应总部发电机 和整车升级要求 我们要做到成和是 看是 看趋势 要做到成 成太重要了 你看那标题2.1 我写的太长了 我气愤 气愤 因为我们都受到它 巨大的影响 大众 第2.1是 大众排放造假 这个 对整个汽车行业冲击 这个还分析的人不怎么多 那个 英特杰呢 有一个专门的分析报告 只是客观的分析了 但没有 没有分析对行业的影响 对行业的影响非常大 它呢 反乘的 就是不成实式的 后果是什么呢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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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 央集吃鱼 把我们所有的主义厂都毁了 就是对 柴油车的 尤其是乘用车的 整个对行业被毁了 就推进的 历程 然后怎么办呢 这毁来的结果是啥呢 我们要用什么新能源 用这个呢 非常高成本的东西 客户不接受 来用这个来解决这个油耗 损失太大了 好像损失 我算了一下 超过两千亿 两千亿 第二个呢 然后是商车的市场趋势 然后在排放的技术路线 然后再分析一下 国六的核心重点 就法规的核心重点 简单说一下 其中呢排放造假 这些车型 这是英特杰写的报告上的 英特杰的报告 就组织这单位他们的报告 我拿过来 等哪些车型多少多少 文件名字在这呢 英特杰的Webner Presentation 什么下本写 就是那个报告 然后排放造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降低那什么 提高就是损失排放 提高动力性和经济性 争取呢 获得比较大的那个市场份额 它是全球第一大的品牌 搞这个东西 搞了很久了 非常悦劣 悦劣的很 悦劣的很 整个过程 就是说是 对行业的影响太糟了 做了非常非常差的一个榜样 应该说小企业做假可能 最牛的企业还搞这个东西 还有别的企业 我仔细研究吧 不光他做假 全球大的品牌的乘工车 还有不少在做假 你小心美国老子给你逮住 美国可能要逮你 这个东西就是 它有企业在做 它影响几个方面 影响这个 这个业的影响 央鸡吃鱼了 咱们行业损失很大 然后呢 第一个影响 政府对柴油车监管要进行加强了 然后呢 柴油动力的供应商 要进一步的进行集中 要集中真正型的车上 然后呢 节能的柴油机市场推广 将变得很缓慢 这损失太大了 然后新元汽车的发展呢 将进行提速 提速带来啥呢 成本增加很多 代价很大 这从这几个方面 未来商用车的格局 看看商用车的市场趋势 未来商用车呢 格局什么样呢 现在已经乘车基本实现了全球产业一体化 商用车呢 还没有真正实现全球的一体化 尤其关键模块正在推进 逐步推进 欧美呢 形成了高端产业集群 中国这儿 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地方 形成了中低端产业集群 大概这个情况 然后从商业价值角度 商车的商业价值角度呢 可以看一看 中卡占全球的比重 主要呢 商业价值 中卡占比率最高 最高占36.9% 然后其次为皮卡和万 然后呢 发展潜力最好的那个市场是什么呢 新兴市场 尤其是新兴市场中的中国市场 欧洲呢 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有限 然后乘车呢 一共有多少价值呢 商业价值呢 一万多亿美元 占百分之七十三 商业车 四千多亿美元 占百分之二十七 然后这是对未来的预测 其中未来呢 未来市场呢 讲是什么情况呢 大概情况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五年附近 欧美占百分之三十三 欧美占百分之三十三 中国大陆占百分之三十三 新一地区占百分之三十三 其中中国大陆的百分之三十三 将带来尤其那散的那些地方 就占比的很小的 它行不成一个产业 这样会导致啥呢 它这个低端 而且中低端的 低端呢 讲由中俄给它代替 就一部分 代替很大一部分 三十三的市场份额 将带来百分之四十 甚至更多的产业 产业规模 其中这里的维卡呢 讲是什么维卡呢 从动力角度 基本都是汽油的 增长的 这是趋势 课课呢 也讲发生变化 大课 大中课 清课和微课 都讲进行变化 其中呢 微课的数量 讲下降 清课讲增加 大中课呢 越增加 越增加 大中课呢 年负生长率百分三到四之间 清课百分之十啊 到百分之一到六 这个这个之间 微课呢 讲是下降的 综卡呢 其中综卡 现在看看综卡 综卡的未来趋势呢 可以判断一下 大概判断一下 综卡未来市场多少呢 2020年达到六十万左右 综卡 2025年的六十五万 在这个之间波动 这个之间波动 其中排放 随着排放的升级 购车成本增加较多 讲对购车呢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再一个 车的寿命在提高 质量在提高 用车的数量也在减少 相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非常重要的 没有列的这上 没有正式列的这上 影响综卡的最重要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要中国大陆 讲建物流的高铁 这个对长途牵引车影响非常巨大 萎缩了 已经开始萎缩了 就这个情况 中国的纵卡市场的格局 未来呢 未来讲什么格局呢 五加N的格局 其中呢 五加N的格局 未来未来 现在是五加N的格局 未来讲是三加N的格局 三加N 三加N呢 其中第一个可能是30%左右 第二个25% 然后第三个20%左右 大概有这个情况 然后剩下是其他的 然后呢 小的企业将被挤掉 将被挤掉 非常残酷 这是纵卡的 像这个 低端的占比例比较大 中端最高 然后高端的很少 未来呢 低端的基本就消亡了 中高端占比例大 高端也在提高 这个也是从各个方面 就是有一排抗升级 还有一个客户的需求升级 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的 这是轻型车 轻型的和中型车的 未来的情况 预计的 预计16年到25年 预计年负荷增长率 达到2.6%左右 轻型车 轻型和中型的 其中皮卡呢 皮卡里头的 按什么来看呢 按动力的来 传统动力的来分呢 皮卡呢 汽油的比例在增加 汽油比例在增加 这也是由于排放造假的影响 也有关系 大众的影响 然后呢 大万类呢 万类呢 汽油的比例在增加 中万更是了 财油基本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对财油级企业 是很大的挑战 中轻型呢 未来轻型和中型的商工车呢 讲形成啥呢 轻卡形成一加二加N的格局 一加二加N 现在是三加N的格局 未来一加二加N 中卡呢 讲是由现在的二加N到三加N的格局 大概这个判断 然后呢 皮卡呢 一加三加N现在是 未来是一加二加N 大万呢 一加二加N模式 未来变成三加N 也要进行整合 下面看一下排放 这个不详细说了 有不少人在讲排放这个 不详细说了 这排放的什么实施什么 什么要求 不说了这个 这不详细说了 就说是 这过去 然后呢 下面看看OEM关心的 有关国立法规的合行重点 都哪些东西 第一个 是关心什么呢 客户购买动力 客户购买的动力 和排放后处理系统的决策 主要因素 它关心啥 客户购买不同类的客户 购买不同类的车 不同类别的客户 他购买这个系统 或者是购买这个车 他考虑哪些因素 这是进行了一个 比较详细的分析 详细分析 比如排放 分析排放 谁来关心呢 职绩客户 职绩客户指哪些呢 是主义厂 他关心这个东西 而且最最重要的 红的 咱就说这一条 然后呢 那个客车和重卡 他关心 载重车呢 载重一般 载重中型的 中间客户 中间客户的关心的少 然后最终的客户呢 关心的更少了 这个情况 排放 就这个 关心成本 最关心的成本 这是这个 OEM还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物流成本本来就非常高 中国的物流成本 现在你有搞的个O6 导致成本呢 问题呢 雪上加酸 雪上加酸啊 非常严重 中国社会的那个社会物流总费用呢 跟GDP的比例 大概是18% 17点几 18左右 远高于美国 日本 比美国 日本高9.5% 高9.5个百分点 是人家双倍 基本是双倍 这个情况 未来怎么办呢 我简单的写一下 怎么来解决呢 OEM主机场要主动有所作为 当然发生机场要搞 排放的那个供应商都得搞 以富翔为力 未来呢通过智能卡车和车辆网 两大途径 打造呢 绿色环保节能安全的智能 那个中国物流解决方案 实现呢 油耗和排放降低30% 获益效率提高70% 这一套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 这下边这个解决方案 我写了两万页的 准备了两万页资料 已经准备好了 在干了 有些方案在用的 就这种情况 我具体看这个 这个搞了很多 这个 研究了多少年呢 七百年吧 研究了七百年了过去 就说是 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个怎么办呢 我们要 要以客户价值为导向的 商品管理模式 改变商品管理模式 以農夫产品散杂产品为例 它的成本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 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进行详细的分析 然后还要分析啥呢 整个寿命的成本 整车整个寿命的成本 整个生命周期的 研究tco tco 要研究这个 然后呢 用产品的客户需求 你可以看下边的客户需求 它有的是要求 那个 总成 可靠性要求高 小部件要求高 各方面要求都很高 工作不实际性等 一系列的东西可否要求 要求都很高 然后外观又漂亮 这个东西很难做 但是呢 没办法也得做呀 满足客户需求 不满客户需求怎么办 就被踢出去 然后呢 还有一个关心的 那个主机厂 OEM关心的核心问题 排放解决方案提供商 要价过高 这是欧洲的 欧洲的那些发动机的 排放升级 然后导致的成本增加 每克那个淡氧 增加的系数成本 相对成本增加多少 你可以看一看 他们之间 比如这个下边斯卡尼亚 最牛的是谁 斯卡尼亚 搞得好 他增加一点点 然后呢 谁呢 到了那个奔驰 完了 OM471 增加160% 你看看他们俩的差别 你看看 就光排放升级这个 差别非常大 然后这个呢 下边这个大幅 大幅 就微卧的增加52% 也很多 水平差异很大 斯坦尼亚搞得最好 斯坦尼亚过去若干年 都是引导排放 引导油耗 代目轮呢 是啥情况呢 油耗是最高的 基本是最高的 那个第三方测的结果 油耗高 排放各方面都搞得不好 成本太高 油耗也很高车 这个情况 我指的是欧洲代目轮 欧洲代目轮 豪华是很豪华 但是呢 也许人家客户不关心那个 就这个情况 第三部分 满足国六的要求的整车 及发生机设计 我们要考虑力了 考虑力 G核心的力 最重要的一个 力 这里呢 从几个方面 必须考虑整车全寿命价值 刚才说了 怎么考虑下边游 然后第二个 恰当应用平台化 摩托化 通用化策略 第三个 减少车辆 运行阻力 这个途径 第四个 发生机小型化策略 第五个 降低发生机转速的 这个特有效 特有效 在我做美国工作的时候 就很关注这个了 后来回来用上了 而且在为财人用上 确实顶用这玩意儿 非常顶用 提高发生机寿命 然后呢 降低无耗 提高动力性 各个方面实现了 这个东西 很高兴 这个东西 就有实际的价值 第六个呢 发生机策略选择 第六个部分 这个 咱们看看这个 利 利益呢 什么是利益呢 怎么来实现利益呢 是始于客户需求 终于客户满意 要客户需求在先 就作为咱们主机厂 发生机厂 还有供应商 要客户需求在先 满足无端增长的客户需求 进而营养客户消费 是企业长盛不衰的制定法宝 汽车行业的结构呢 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怎么来应对呢 就在新车成本上 考虑QCD的基础上 QCD 然后必须实现呢 支持车辆整个生命 生命周期的服务的成本 这些都进行考虑 排放当然是其中之一 排放 尤其BTF 怎么办 经常赌 还有油的油品也很重要 智力 整个整个 一个单车 汽车单车的生命周期 考虑呢 是怎么考虑 这个 从市场需求规划 产品规划 概念设计等等 一系列的过程报废 整个过程都要进行考虑 这是一个周期 单车的 然后呢 要考虑呢 要平衡呢 出去购买成本 和运营服务成本 进行平衡 选最有点 然后呢 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 进行分解 这些方面 包括一次性成本 还有重置性成本 一次性呢 采购的 还有制造的等等一些那些 那些 有那个重置性成本 有运营的 服务成本 这些进行分解 每一项都进行管理起来 然后呢 这个是沃尔沃的 沃尔沃的 沃尔沃的 刚才说那个 大夫 大夫 最后看看沃尔沃的 咱们看看沃尔沃的 沃尔沃呢 怎么办呢 咱们遇到一个大的难题 商业车 尤其排放升级之后 更是问题大了 非常大了 咱们的东西的小批量多品种 这事儿开发的成本特别高 然后呢 开发的时间特别长 怎么办 用什么办法 解决这个难题 就是咱们商车 商车整个行业的难题 咱们针对战略的新业务 或者新产品 要进小批量多批次 产品特性 然后呢 咱们降低成本 最大的难题呢 是可以怎么来解决呢 借鉴沃尔沃这类的 平台化模块化策略 你看他怎么搞的呢 他原先是三个品牌 三个品牌 三个品牌的车 马克 雷纳 雷纳 这三个 然后呢 供应商它三个基地 三个 他原先有三个供应商基地 一千个供应商 一万四千个零件 现在 未来他怎么搞呢 给他进行整合 整合 一个供应商基地 整车动力总成集成企业 清常 一百个系统供应商 五千个零件 变成这个 然后开发团队呢 我原先是多个团队 多个供应商 多个供应商 多个工历流程 未来整合了 他这个办法 非常有效 单位完整会仔细研究了 效果非常好 很有效的 再一个看呢 减少车辆运营主力 不仅仅排放啊 这个对降油耗 降油耗啊 增加动力性啊 降低排放 都有用处的 都有用处 降低主力 有哪些办法呢 简单的说 不能详细的 很长的 额塔主力 路面轮台这些 英雄主力 要降低风雨系数 通过车辆网 这些东西 然后攀升力 打中架桥 通过这个 这个是基础设施的 要搞 那路太陡了不行啊 加速力 驾驶习惯 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那个 传递过程的 门号 比如说是 城市公交车 有没有一踩到底 公交车 一个大子 大巴子 零边扭矩的 不到额顿公路的60% 卡车是多少啊 卡车长转数是多少 在那市里啊 这些东西都遇到了 新的问题 传递过程的门号 消耗非常惊人 下个办法是啥呢 发动机进行Donsizing 小一化 方机小一化 就是这个典型的四气门 四气门的自吸一气的 换气的损失 随时很大了 就是一个气游机的过程 简单的过程就是 然后呢 进行改进 改进呢 降低那个啥 降低那个发动机小一化 可以对发动机的能耗 进行降低 气游机呢 有改进 财游机也有这些 主要是提高负载率 提高机的效率 减少那运动负载相对速度 减少摩擦 然后还能够干啥呢 就是那个改进可可行 这些后销数比 欧洲纵卡的 那些典型车型的后销数比 不然的话你可以看一看 呃 06年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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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1 现在降到了多少 14年的降到了2.6 降低速比 后销数比 这是一办法 方机转数 常用转数也在变化 05年左右是1300到1400 方机转 常用转数 14年变成了1200到1300 1100到1200 这个附近 1200左右 你看看降了很多 刚才那个 就刚才那个说 他动用的 然后还有那个 这个是压力谱 摩擦压力谱不说了 这个是那个特性 降低那个方机转数的特性 那个特性曲线 对带来变化 方机的变化 爆发压力的变化 不想一说 然后爆发压力呢 降低摩擦损 摩擦损失的效果 有一些效果 反击转数不同转数下 影响的情况 这里头 进行分解 前面这是送卡的 送运卡的 排放技术路线 用哪种 然后呢 常用的路线这是 DOC UGR DOC BPF ICR ASR 这些都有了 常用的 是不是最好呢 不是最好 这是一个七升机 某款七升机 达到O6的策略 然后呢 O6呢 技术那些特点和难点 是啥呢 全脉股的 高的一级而立 导致呢 负载 自载增加 然后养性不足 然后这些呢 就考虑 通过一考虑要发动机 要重设计 O6要重用设计 然后呢 压力有 爆发压力增高了 然后这个呢 市场接受呢 需要五到十年 这时候还有发动机的功率 要下降很多 这个排放 排放角度 不详细说了 然后呢 得出结论啥呢 没有EGR的 或者低EGR的 最好 得出结论 最不详细说了 没有EGR的特点啥呢 不需要太高的增压 增压压力 不产生过高的爆发压力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 EGR带来故障的特别多 然后这是各个国内的各个主机厂 搞的 三机厂排放技术路线 整个的第一个表吧 然后下面呢 结论 最后结论 总结了 结论与建议 如何实现赢 过去三十世代 回顾过去三十世代 中国企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让地球人羡慕激怒恨 展望未来 是充满机会挑战 在互联网于智商制造 国内四点这个时代 迎来了新的起点 大气成为大气 伪业始于微型 千里之行始于竹下 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牢牢抓住 合成势力营 这个未来制胜的法宝 打造一批 很好的世界品牌 这个不详细说 他们听不懂了 老外肯肯定听不懂了 一时点过 中国人没怎么懂 然后要美国创造力 欧洲的严谨 日本的生产基金化 中国企业的与时基金 不断创新 定讲有众多的中国企业 成就世界一流 这是路子 最后一个 解释赢字 赢字结束了 赢 赢的汉字来说 汉字来说 是由王口窝被反主成 其中王呢 是有牺牲精神 创业干劲 口呢 口悲传播 历史都爱美 欲几越累 不断改进 对 利用资源 珍惜平台 咱们人也一样 凡小时做起 脚踏实地 咱们要解决这个难题 就得这么干 然后呢 最后呢 坚信中国的企业 五相继权 赢也必然 我们的公共目标 民富国强 中国定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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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